2012年1月 Fotel Style方泰顶级锄电馆在上海落成 这是中国第一个高端锄电与生活方式体验馆 这里每一个设计都特别有味道 买了套新房子 这次装修想再用新一点 所以过来这边好好看看 我是来参加喷任教室的 恰好喷上米其林大厨在手边 又遇上几个新的朋友 特别开心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 方泰已经成为高端锄电 卓越设计与品质的代名词 中国权威研究机构中仪康数据显示 方泰高端油烟机 高端燃气灶 高端消毒柜 2004至2013年 连续十年销量真正遥遥领先 方泰建立了涵盖专卖店 家电连锁传统百货 橱柜商 电商 工程等全渠道销售通路系统 在电商渠道 方泰全面推行最佳用户购买体验的 高端电子商务模式 天猫平台 DSR评分 连续三年 稳居行业第一 在工程渠道 方泰与包括诸多百强企业在内的60多家知名房地产企业 达成了战略合作 成为其首选的高端锄电产品供应商 强强联手 为高端人居提供厨房生活范本 战略客户数量遥遥领先的方泰 已成为了地产界公认的高端锄电领导品牌 截至2013年 方泰品牌已成功躋身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端锄电市场 2009年 方泰创立博厨品牌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高端集成厨房 45岁的陆维伟 是方泰技术中心电气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 这些年 他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完成的专利数 比行业后9名加起来还要多 将烟机噪音从54分贝降低到48分贝 听上去就是菜市场和图书馆的区别 为了这6个分贝 我们足足花了5年的时间 2008年 方泰技术中心成为中国锄电行业 首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拥有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全球规模最大达8000平米的两个国家级实验室 在这里诞生了近500项国家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近70项 行业内遥遥领先 2012年 方泰的高效静息科技 在获得业界最佳吸油烟效果的同时 达到了48分贝图书馆级静音标准 荣获行业最高奖项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3年 方泰全新一代风魔方 以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震惊业界 当年带动方泰整体业绩增长46% 2014年 方泰高效静息科技再次突破 搭载方泰专利技术 叠翼环吸版的全新一代欧式机 云魔方 再次以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 突破了欧式机吸油烟效果较差的这一行业难题 彻底颠覆了由方泰自己开创的传统欧式油烟机 引领欧式机全面进入2.0时代 从1996年至今 方泰一直引领着除电产品的创新 成为深型吸油烟机的开创者 欧式吸油烟机的开创者 进吸式吸油烟机的开创者 嵌入式成套化除电的开创者 和高效静息最佳吸油烟效果油烟机的开创者 作为全国油烟机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 至今方泰已修订制定了20多项国家与行业标准 还主持完成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厨房卫生间污染控制与环境功能改善技术研究项目 另外方泰还代表中国油烟机行业主导修订油烟机国际标准 表明方泰在西油烟机行业国际舞台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35岁的吴东明从事工业设计已经长达12年 不过他觉得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都是诞生在方泰 方泰的工业设计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 充满想象力的设计概念与材质搭配 特别是Otouch和总厨系列 连我都忍不住想要他们做顿饭 我觉得好的设计会让用户有下厨的冲动 在工业设计领域 方泰是行业内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企业 截至2013年底 方泰共获得IF大奖15项 红点大奖6项 行业内遥遥领先 我刚进呼叫中心的时候 感觉这里真的好大 300多个作息 后来我才知道 是为了保证每个电话都能顺利接通 方泰拥有业界第一个分布式呼叫中心 365天24小时在线 为客户提供全天候的中英文双语服务 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超高的客户满意度 方泰呼叫中心通过国家发改委的严格筛选 荣获中国最佳呼叫中心称号 方泰在行业内首家推出五年质保 预埋烟管 免费清洗和保养等重要的服务举措 让顾客更放心地使用 同时方泰还推出制成服务城市主题讲座 要请知名专家和用户分享关于幸福人生的智慧 方泰是一家使命愿景与核心价值观驱动的独特的企业 那么方泰所谓的经营行为都从使命愿景这个原点出发 并把儒家文化关穿到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当中 我想方泰的与众不同 其根源就在于此 2008年 方泰建造了全国第一个企业孔子堂 在企业内部全面推行儒家文化与现代儒家管理模式 形成了中学名道 西学优术 中西合璧 以道御术的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 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方法进行了完美融合 为探索中国式管理而不断实践 中国第一家企业孔子堂主要基于两个考虑 首先是要推行儒家文化 让每一位方泰人都具有道德底线 同时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跟现代西方管理相结合 形成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模式 其次当今社会出现了传统文化的断层 方泰积极向社会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承担起作为一家企业公民的应有的社会责任 自2008年开始方泰及全面与新劳动法接轨 双休日 代薪假 无险社保等全员覆盖 环保方面方泰万元产值能耗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方泰还建立了领先的在线监测污水处理系统和顾费处理制度 将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另外方泰自成立以来已累计上缴税费超23亿元 为地方和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经营过程中方泰始终坚持一力合一合作共赢的商业伦理 立志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 方泰还制定了系统化的慈善公益计划 名誉董事长毛李祥先生 两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善榜 被授予慈善之星称号 汶川地震 亚安地震 雨摇水灾 方泰军队灾区进行了捐助 2010年开始 方泰与南方周末联合实施方泰青竹检国学计划 持续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 2012年 方泰与第一财经周刊一同举办了 方泰小雨伞自闭症家庭关爱计划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 家就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最重要的使命 小家 大家 让家的感觉更好 方泰正全力以赴 做到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